小甜甜5日 无语警发长文 揭露自己在2022年9月 被老公送先生家暴的过程 目前已经报案验伤 消息一处让网友相当心疼 看到小甜甜的签字贴文后 小珍随即在留言区 表示很心疼对方 并引用犹太人的谚语 称赞对方十分勇敢 并表示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但下面却有网友误会他 和该教会有关系 小珍再度浮出水面解释表示 他本来就没有参与该教会的聚会 毕竟他有所属教会 所以没有什么所谓 看不看得清事实的存在 并表示的确有代替他们教会的身份 出席该教会举办的活动 但办完活动后的聚会 他一次都没有参加 也因为他没参与 所以不变发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